代表前首相杜斯里纳吉的律师沙菲毅 今天结束审讯后 在吉隆坡法庭大门口召开记者会 除了强调最新控撞与一马公司无关 也对政府撤换法官极度不满 沙菲毅指出 他早前已经向马来亚大法官丹斯里扎哈拉 重寒表达意见并声明 这种撤换程序根本不符合规矩 更像是在幕后操纵 我们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我们认为所有刑警都可以 但我们正在乱扭论过程序根本不符合 你看到,吉隆坡法庭大门口召开 在听门口召开 然后他听门口召开 所以这种刑警是一部分听门口召开 非常敏感 如果您想要他去拒绝自己 您必须做一个选择在门口召开 然后说,我们不舒服于您 因为是A,B,C 我们想要你去拒绝 但这不是什么事 有些事在门口召开 苏菲安事件的争议 主要因为他的哥哥是乌统彭亨州行政议员 纳杜斯里·莫阿默苏菲 而沙菲毅今天认为 这不应该成为课题 我认为您会想要去拒绝对刑警的事件 我认为他们一直做事在当时的尽量 您说,您对刑警的事件 您是因为这些事件的事件 与此同时检方今天要求修改纳吉上个月面对的失信和滥权控状 检方要求在控状中删除公职人员一词 将纳吉身份改为代理人 也就是时任首相财政部长和SRC国际公司顾问犯下相关罪名